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汉墨悬念故事1984第一季第十集 这晚女子伊娃临睡前总感觉窗外有什么人在盯着自己 把窗帘拉上警觉的拿着花瓶检查着 突然看到另一边有个神秘人在偷看 尖叫一声把手头的花瓶丢过去对方就溜了 次日早上伊娃就去杂货店买了个插销所 问邻居兰克借了螺丝刀啥的帮忙安装一下 助人为快乐之本 刚好一看伊娃又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兰克帮忙装上后还热情的表示 您这个窗户玻璃我也帮忙换一下吧 哎呦那兰克也太感谢您了 您这个是什么电脑吗 对的装个电脑我自己打花时间可以玩玩游戏啥的 你平常爱吃什么呀 打开冰箱兰克就科普 也不怕您笑话 我独居惯了 有时候一次性做一个礼拜的饭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下就行了 伊娃也反问那你没有结婚吗 离了六年前我跟老婆离了 就这样两人交换了基本的信息 保持着人认识时候的那种刚刚好也就这样了 次尔兰克到公司上班 公司就接到了一个拍卖要保管的珠宝 哦原来兰克是拍卖公司的保安主管 听着卖家科普这个项链还挺邪乎的 这批珠宝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贵族的 几百年来传言这批珠宝被下了诅咒 谁拥有这批珠宝都会带来死亡和痛苦 如果带了这批珠宝对爱人不忠的话 那这个珠宝会变色的 所以卖家珍藏了这么久再三考虑后还是打算转手卖掉吧 晚上伊娃熟睡着还是感到窗外有人盯着自己 一个惊醒到窗前看看对方又消失了 第二天伊娃就把情况付出给了兰克 了解到伊娃报过警了 警方表示没有证据也管不了懒得调查 那兰克觉得这样吧伊娃 我就把我们公司用的监控给你家门口给装上 伊娃听后点点头也是答应了 这日早上上班和伊娃介绍一下监控伊娃也感觉安全多了 有了监控神秘人总不会再嚣张了吧 那乘乘追击 闲暇时刻 兰克就拿相机把家对面公园里经常锻炼的人全部拍摄了下来 再把照片洗出来让伊娃指认 这些经常来公园锻炼的人都在这里了 伊娃你觉得谁会是那个戴头套的神秘人呢 拿放大镜看了半天伊娃也不好说吧 因为当时天黑对方又戴着头套怎么认得出来呢 其实兰克也是用这种方式追求伊娃 刚要和伊娃接吻就被伊娃走开拒绝了 也可能时机不对吧 兰克就邀约 那伊娃我公司明天有个活动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又不给人家亲 但是想想兰克又这么提供价值 伊娃犹豫了一下也是答应了 次到兰克公司参加活动 电视台采访卖家 一些模特穿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衣服 佩戴着珠宝 那活动结束趁着植物的便利 兰克也让伊娃带带珠宝过过瘾 也是要忙 兰克就让伊娃到监控室待一会儿 这么一待 伊娃跟兰克的同事交流着 听到同事说 兰克六年前的老婆可漂亮了 伊娃听后反而越听越下头 老婆这么漂亮 那当时兰克为什么离婚了呢 是不是兰克人有什么问题呢 出来成功交车回家 伊娃在车站又熟识了一名陌生男子波波 对方很有礼貌 长得又高傲 是伊娃喜欢的类型 下车走路回家的这段距离 总感觉有人跟踪自己 拐回来到角落一看 竟然是兰克 伊娃一愣 不是吧兰克 这几天都是你下班在跟踪我吗 兰克也承认对的 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吗 又或者是我的职业习惯吧 兰克也是用实际行动证明 千万不要做一个低姿态的舔狗 而且伊娃不喜欢这种追求的方式 更觉得下头了 不管兰克怎么解释 之后又是找上门追问 你怎么不理我了 伊娃就是支支吾吾的 不想跟兰克对话 同时伊娃和刚认识的波波 两人越走越近 这一天在路上偶然间碰到伊娃跟波波约会 尴尬的打了招呼 回到家 透过监控 兰克就发现 波波已经跟伊娃在门口激烈的拥吻了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 对方不喜欢自己吧 兰克这一刻的心和冰块一样冰凉 诶不对 对着偷拍的照片 涂黑波波的头 这个波波怎么这么像那个神秘人呢 次着晚上值班 诡异的事情来了 看着监控里的画面 兰克就呆住了 这是自己的幻觉 还是那些珠宝的模仿诅呢 怎么这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在监控里面接吻呢 一个面罩男还上前 把一个出轨的女人给处决了 不管怎样 珠宝丢了 工作就没了 赶紧怀着好奇 从监控室上来到展览厅一看 显然刚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没有了 珠宝还在 就是突然一阵怪异的声音 传入兰克的耳朵 折磨得兰克受不了 下班回到家喝杯酒压压惊 翻看着楼道里的监控 兰克的难过又加剧了 因为又是波波和一娃接吻的画面 再回看着几分钟前的录像 不对啊 卧靠 那个神秘人在波波离开后 从楼道里面窜出来 直接扑上去捂着一娃的嘴巴 一娃拖到了房间 不是吧 神秘人来了 赶紧放下酒杯打开门 到一娃的房间 进屋一看 兰克惊住了 上前蹲地上一检查 显然这一娃脖子上的痕迹 两眼不动 没有生命体生的样子 已经是挂掉了 这个情况 兰克就打电话报了警 才和警察描述完情况 一看监控 神秘男又从监控里返回到了现场 而这是神秘男看着监控 摘掉面具 一个烟雾弹的结局来了 因为显然监控里的男子 就是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兰克自己啊 怎么说 这个神秘男凶手一直都是兰克吗 兰克是有精神病 对女性有某种跟踪偷窥的癖好吗 还是说兰克中了那个珠宝的诅咒呢 毕竟伊娃也带过那个珠宝 优优独播剧场上